一个人我们也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 简单点说 就是吃不上饭了 然后母亲把最后一口每每留给孙子吃 这个儿子就把妻子叫过来 那个时候已经无话可说了 把孙子买了吧 那母亲可想而知也是气不成声 她人到绝望的时候已经没有表情没有声音 然后挖地三尺 看到一个宝箱黄金万两 上面留一行字 上天留给国家孝子 官员不可巧取百姓不能好夺 故事到这结束了 有人说 你又是神话 你的心 做不到 你永远都是神话 有些人就抬杠了 真到那一步 那时候买母亲不是买孙子 古代有这样的人过了六十 就找个山挖个坑埋了 创造不了价值 实际上老人的作用 他的阅历丰富 他的智慧 和传承 我说 到底哪个是根 精神 物质 有人说 这个 孩子是根 未来的成长 期望 老人脱落了 你是从哪来的 孩子 没了 可以再生 父母亲 祖辈 不能换 只有一个 八字里面 年月日时 这样顺着生下来 哪是对子孙呢 不忘 这叫败家 逆着生 这叫造福 这叫想福 这是根 水源 他会源源不断 子孙 殷疾 所以说 我们要不断壮大这个根本 时间长了 不然就断子绝孙了 不然后面什么福报都没有了 有人担心了 是吧 我人生一辈子 我就不能想点福 当然可以 现在人都这么想 有的就 一味的望子孙 父母不够 四个老人一起 再不行 亲包好友 宠了 惯了 到外面谁灌呢 一来伸手 翻来掌口 什么都不是 废物 反正来 是比较难的 你不用担心 水 它自然会往下走 有的不行 忘 使劲忘 更严重的 全都往我这流 也不要自尊 精神 精神 物质哪个是根本 它的源头是一样 一体两面 但是精神 永远是领导物质 所以现代人说什么 物质是基础 钱呢 身体最重要的 健康的 什么都不是